众所周知,刘关章在桃园三结役的事情让许多人为之称赞,但是最后三个人的下场却有些一难平,尤其关羽的死亡。 如果关羽能够成功地突围敌军,返回成都,蜀国可能就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,刘备也将会成为一个笑话。 那么,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场战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关羽之战,父辈受敌,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,关羽在湘凡之战中死亡了,其实湘凡之战可以说就是关羽之战。 可谁也不曾想到一代枭雄关羽就这样死亡了。 那么,关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 表面上是关羽的兵力敌不过曹魏军队,而且曹魏多位大将一起出面,关羽自是招架不住的。 但是最致命的原因是孙权的袭击,这是关羽意想不到的,根本来不及防备,否则关羽最惨,也是可以突出重围回到成都的。 关羽在前方拼命抵抗曹魏军队,而孙权却突然兵刃相向,袭击了关羽的后方,这实在是小人行为。 关羽父辈受敌,这场战役无论如何都是战胜不了的。 只能等待刘备能够派兵前来救援,那样还有撤退的生机,因此关羽只能向荆州逃跑,但是敌方一定不会放弃追击,没有多久。 南郡等多个地区就被敌军拿下了,关羽又向益州逃去。 不难看出,关羽这无疑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刘备的救援,可是刘备的军队迟迟不到,并且刘峰也没有想要救援的意思。 这就意味着关羽已经无路可走了,即使还能逃脱也是垂死挣扎了。 想来当时对于关羽来说,自己早已经死亡了,他征战一生,最后被小人背叛,与自己同一阵营的刘峰不愿救援。 就连最好的兄弟刘备也没有前来救援,最终关羽被东吴的马中所抓获,一带五圣,包括他所带领的士兵,就这样死亡了。 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关羽之死就是一难平,试想一下,如果关羽成功突围,回到了成都,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? 如果关羽回到成都,会出现三种可能的情况。 第一种可能,关羽一定会质问诸葛亮,我们都知道,诸葛亮可以被称为最强军师,他为刘备的大业出谋划策,预料天下事。 但是在相反之战中,诸葛亮却没有任何的筹谋和计划。 在关羽孤军奋战,长达五个月的北伐期间,诸葛亮几乎没有管过关羽,既没有筹谋作战计划和方略,也没有派兵支援,更没有支援粮草和作战道具。 要知道,诸葛亮作为指挥者,他难道不应该指挥和救助作战人员吗? 最后导致,关羽在收服了三万投降的士兵之后,无奈之下抢了孙权在相关的粮草,这可能也就是孙权后来攻打荆州的起始原因。 所以,关羽是荆州,与诸葛亮有很大的关系,可以说,就是因为诸葛亮的失察和不救援导致关羽的失败。 如果关羽突围之后,那么作为军事的诸葛亮肯定难辞其咎,关羽一定会指责诸葛亮向他要个解释。 哪怕诸葛亮派出了一万的兵力,关羽也不至于被前后夹击,毫无还手之力,甚至军队就可以安全撤退了。 因此,诸葛亮必然是要受到处罚的,但是刘备不会杀了诸葛亮,他可能只会撤去了诸葛亮军师的职位,让诸葛亮返回笼中。 不过这样一来,刘备就会失去一个强大的军事指挥,蜀国可能很快就会被拿下了,假如关羽杀出重围,孙权与之起争执。 第二种可能,关羽必然是要解决孙权的,毕竟如果不是孙权的临时倒戈,关羽又何至于被抓捕呢? 而且,关羽和刘备的兄弟情义深厚,于公于私都不可能放过孙权的,当他们攻打孙权时,坐镇的一定是刘关章三兄弟,再加上黄忠,然后可能会让赵云镇守川中。 但是这样一来,刘备就相当于带着几乎全部的兵力去攻打孙权,那么曹魏军队就有了可乘之机,坐享渔翁之力,只有赵云守在川中。 曹魏如果此时发兵过来,川属必然是守不住的,即使刘备战胜了孙权。 也是损失大半,甲都被偷了。 试想,如果你是曹操,会放弃这个攻打刘备大好的机会吗? 等到刘备返回救援的时候,就已经来不及了,蜀国内肯定早已经一盘散沙,乱成一团,那么刘备的军队肯定会元气大伤。 总而言之,如果关羽真的回到成都,与刘备找孙权算账,可能结果会更加糟糕,严重的话刘备等人也可能被抓捕。 第三种可能就是,关羽会第一时间向刘备讨要个说法,质问刘锋为何不派兵支援,毕竟刘锋是刘备的意思。 如果刘备让其支援关羽,刘锋不会不服从的,但是刘锋却以实际不合适为理由,拒绝了关羽的球员,导致关羽只能独自面对。 在关羽看来,刘锋不支援很大的可能是刘备的命令,所以关羽一定会找刘备问个清楚。 但是也有可能是刘锋自作主张,他自认为刘备是自己的大哥,有权力决定一些事情,即使犯错了,刘备也不会狠心杀了他,所以刘锋才敢拒绝关羽的支援。 但是他难道没想过关羽和刘备是结败兄弟,他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,如果当时刘锋前往支援,也可以暂时缓解关羽的作战压力。 可能他支援了也不能打败敌方,但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损伤,关羽也不至于一路被逼逃到一周了。 于是,就有了后来刘锋被刘备赐死的事情,这是刘备必须要给关羽的一个交代。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诸葛亮说,觉得刘锋自作主张,担心以后控制不住,不如借此机会除掉刘锋。 当时的孙权继承了他哥哥孙策的东吴,在周瑜的辅佐下还在不断地扩大。 而曹操也将朝廷牢牢地把握在他的手中,而刘备面对这两个超级强者,他真的可能会重新复兴汉士吗? 答案显示是不可能的,就算是有诸葛亮的辅佐,复兴汉士这条路也不可能成功,因此在当时才会形成天下三分的场景。 如果说刘备早个几年的时间去找诸葛亮的话,那么很可能就会将汉士复兴。 所以在那个时候司马辉才会说出西在,毕竟当时的刘备和诸葛亮确实是有那个实力的,但是却生不逢时,最终没能完成复兴汉士的大业。 而后来也确实是和司马辉所说的这十个字一样,诸葛亮他穷极一生都在为了复兴汉士这个大业而努力着。 当年诸葛亮来到了刘备的队伍之后,他便开始为刘备出谋划策,正是因为有诸葛亮在他的身旁出谋划策,刘备在当时才会招揽到那么多的英雄好汉。 而后来也正是这些英雄好汉不断地加入,怕刘备才会建立蜀汉,才会有三国鼎立的场景。 当时在那种情况下,诸葛亮还能帮助刘备建立蜀汉,这就证明诸葛亮的实力他确实不是盖的。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,他们的蜀汉已经落后了东吴和曹魏一大截,其余的两大势力可以说非常的牢固。 他们蜀汉这个新势力很难从他们的手中夺得江山,最终任凭诸葛亮再怎么努力,他也只能帮助刘备建立蜀汉,他却没有能力为刘备复兴汉事。 那些年里面,诸葛亮为蜀汉几乎是奉献了自己所能奉献的一切。 他决定辅佐刘备之后,便一直将复兴汉事这件事当作是自己的头等大势。 所以那些年里面,他想尽了各种办法来削弱其他两大势力,但是那个时候东吴一手难攻,而曹魏则是拥有百万雄兵。 诸葛亮所做的一切无异于就是以卵击石,但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刘备,可是在那个时候意外发生了。 刘备的二弟关羽和三弟张飞相继离他而去,那个时候他也感觉到了力不从心,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孤注一掷发动了一灵之战。 最终这场战役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,反而是让刘备的身体更加的承受不住,那时候刘备自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 所以他赶紧交代自己的后世,将蜀汉托付给了诸葛亮,而后世在交代完之后,刘备便撒手人寰。 假如历史真的是这样的话,刘备很有可能被怀疑对自己的兄弟见死不救,并且还会传出刘峰不救援的命令使刘备下达的。 那他与关羽的情谊不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了吗? 话说回来,历史就是历史,没有如果,也不会有假设,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果的, 关羽即使真的突出重围返回成都,事情也不一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大家认为呢?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先评论区留言说 back Hub 或是商信 broccoli 读中文 viewpoint